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上徐家恐怕是毫无胜算 老爷 柳尊者来了 正好 快请进来 无极先生 江家方才发布了针对您的英雄诛杀令 只要成功诛杀您 不仅能获得现金一个亿 还可以前往江家修习江家的武道功法 现在武道界都传开了 江家实力雄厚 这诛杀令一出 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无极先生的性命 我想 这个时候恐怕已经有大批的武者往龙山来了 师父 这江湖诛杀令的报酬真有那么大的魔力吗 傻小子 那一亿华夏必的确没有那么大的魔力 但是江家的修炼功法 可是能够修炼到武尊境界的功法 整个华夏不知道有多少人卡在高级武者巅峰的境界 想要成为武尊 那功法就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无极先生 为今之计最好就是赶紧安顿好家人 然后隐姓埋名为上 那些发疯的武者可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 无极先生 这江家太嚣张了 要不咱们直接打下江南去 把江家的老武尊暴揍一顿 你自己境界都还没稳固下来 传给你的氧气法觉修炼好了吗 这 此时我自有打算 你先回去稳固境界 到时候才能帮上我的忙 无极先生 我苏家虽然不是武道家族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但是财力还可以 我们一定支持你到底 散事不必了 苏先生 你再给我拿几块玉 我有用 如今 我的修为更强了 制作出的护身宝器也更加出色 有了这些 马和妹妹的安全 应该不用担心了 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 空手皆白刃 不愧是好成武尊后部绑前五的人物 反应不错 无奈大刀王姬 今日来取你狗命 是为换拿江家的顶尖功法 助我成就武尊大盗 江家发布江湖诛杀令才一晚 又有人找上门了 速度可真够快的 不过 就凭你 还不行 凭不行 等你领略了我的刀法后才知道 当日和欢宗门徒被我剑术斩杀 看来武盟的人 还没有泄露我的能力 什么 两次都能用手指挡住我的金刚刀刃 第一次 还以为是他的权力一抹 可这一截 功力可是之前的数倍 说好 这力量还在疯狂暴涨 无计势力与情报有物 好汉不吃也千亏 别也去也 麻烦你帮我传个话 凡来杀我成 走时记得带上自己的武器 我这里盖不存放 不过你也只能到阴间传话 居然来得这么快 看来苏家也不安全了 请告诉苏先生一声 我今晚在外面睡 都怪我们实力低微 非但帮不了无极先生 还会拖累他 无极先生放心住下 我保证绝不会让萧小植被 惊扰到你 麻烦你了 无极先生 您早些休息 无极先生 好好修炼我给你的法诀 可以达到五尊之上的境界 五尊之上 还有 保护好我的妹妹 绝对不要让她掉一根头发 留无声请记 必将竭尽所能 哥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妹妹 哥要出去一趟 我不在的时候 这个能护你周全 另外 我已经叫人暗中保护你和妈妈 你只要 是不是很久 又要见不到你了 不会很久的 放心 等我回来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期 最不双双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灭杠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叫你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说 我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手刀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